花莲农改厂为了提升花莲珊瑚礁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马告或蘑菇里产业 借着部落行动教室的研习训练 邀请珊瑚礁育种有成的陶区改良厂 开办珊瑚礁的栽培管理课程 就珊瑚礁生态习性 以及产业与在地农民交流分享 吸引了40多名农民到现场吸收行职 培育珊瑚礁种苗有成的陶园区改良 虽然应专利既转限制无法面受机遗 但就珊瑚礁生态习性 栽培管理则不偿私 在花改厂的部落行动教室中大方分享交流 让它稍微分开来 因为它有团阵的状况 就是大家看 那个图片上面也有 所以我们可能用减刀 就之前一刀两刀三刀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冻下去 万荣乡红叶春为花莲珊瑚礁最要产区 由于多数为自然野采生产 产量与品质无法控管 近几年也积极辅导珊瑚礁特色农产的花莲农改厂 也透过了部落行动教室 规划相关研习训练课程 提升农民生产技术的同时 也进一步研发珊瑚礁加工产品 增加产业付加价值 因为我们究竟有红叶春这一个大的产区 所以我们除了在栽培上面 我们在它的机能成分上面会专注的研究 那我们目前的整个就我们珊瑚礁的抗氧化力等等的部分 是我们花莲厂专业比较深 那另外我们在于后续的这个产品加工利用 以及怎么去利用珊瑚礁这个机能成分 来带动整个部落产业的发展 是我们未来的研究重点 虽然花莲在种苗培育上远不及桃园区改良场 但就研发制作加工产业的领域上 则有出色的表现 透过了部落行动教室的交流 讨论经验分享 桃园区改良场助理研究员范俊宇 对花莲珊瑚礁的产业推广也给予高度肯定 那可是我们在推广育苗技术的时候 遇到一个瓶颈是 其实珊瑚礁的产业它的产值 整个的量其实不高 它大概只是一个小产业 我们出顾它的产值一年 大概只有两千万三千万左右 那它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瓶颈 是在于说推广上面的一个问题 桃园泰雅族称之为马告 花莲泰鲁阁族人口中的 莫格莉珊瑚礁 具有浓厚的柠檬香茅气息 要破食产生刺激食欲的马感 又香又麻 为料理中不可或缺的辛香料 红叶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野采生产的珊瑚礁面积为全台第一 而平均一年两千万元左右的年产值 为部落重要的农产经济之一 记者是玉兰万荣采访报道